吃了30年的红烧牛肉 第一次吃到假牛肉 其实呢 这块假牛肉 它是猪身上的 也叫隔心肉 一头猪都只有一块 吃起来和牛肉的口感差不多的 看起来呢 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有一些小饭店哈 就一次冲好 把它和牛肉混在里面一起烧 那么咱们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道 红烧假牛肉的制作方法 这个隔心肉价钱也不贵 10块钱一斤 买了2块 只要20多块钱 清洗好之后 先下锅焯水 配散的姜葱 高度焙酒 焯开过后 给它煮过5到6分钟 稍微多焯一会儿 把它煮透 焯水洗净后来切一下 从中间先一分为二 看到没有 它表皮是一层筋 然后包着里面的入的 所以说就和那个牛腩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切成小坨小坨的 这样切开过后就更像牛腩的 完全包裹着 切的时候注意一点 大小尽量切来均匀 再来一点姜葱蒜 给它配一下后剁碎 这些的话主要是用来炒料的 锅内来一点95号的菜籽油 先炒一个红汤 干花椒 姜葱蒜末 再来上一勺四川豆瓣 黄豆酱 全部都炒香出色 来上一小块明洋火锅底料 全部都炒香出色 加清水 另起锅还是来一点95的菜籽油 先把锅制一下 因为这个假牛肉嘛 它全是瘦的 很容易粘锅 下假牛肉 先用大火给它快速的煸炒 稍微煸炒后来一点八卦大料 香叶桂皮 还有姜葱 主要是给它蒸香的 表皮炒至微微的发黄 烹一点高度焙酒 再来一点点酱油 上色提味 假牛肉炒好过后 来转入高压锅里面 这边炒的红汤也差不多了 用个漏勺把它过滤进来 用高压锅烧的话 主要是时间比较快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就直接在锅里面烧一个小时 盖上盖子 上漆过后用小火压12分钟 香料来准备一个土豆 也可以用黄豆啊青豆之类的 切成大小均匀的火壳 尽量嘛 和那个假牛肉切的大小差不多的 太大了 看着整盘全部都是这个土豆 拎起锅来一点植物油 咱们土豆给它炸一下或者是煎一下 烧出来才不会浮起浮起的 四五成油温的时候下土豆 大约下锅炸了四到五分钟 倒出来控油 加牛肉烧好后倒回这个锅中 把里面的姜葱香料这些 都捏出来不要 土豆放进去 用大火再给它烧过八分钟左右 把汤汁收来少一点 烧来差不多了 放一点蒜米 再调一点果干酸辣提炫 和转和转的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看起来和红烧牛肉是一样的 吃起来的话味道也是巴适 看起来就食欲闷闷的 色贼各方面都漂亮 咱们今天的红烧假牛肉就做好了 这基本上可以算得上 革新肉的天花板做法 吃起来是软糯 鲜香 一点都不柴 搭配的配菜土豆也是粉耐 又下饭 这个呢是很经典的川式红烧 可以用来做面哨子 用来下饭下酒都非常不错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咱们试着告一好 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 下锅 吃牛肉 搞了半天真累了 肯定了厨房里面的火一直在烧着 如果我是用牛油炒的话 就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对就是少了点那个牛肉的味道 还有红烧吗 还有红烧 你爱的土豆好吃 吃肉就是好吃 只有牛肉不拆 很冷 不像烂烧的牛肉不拆 谢谢大家给我点赞 我听他们这个酷鲜肉 是猪食上面最好的一块肉 也不是最好的一块肉 都差不多看吃法主要是 好吃 好吃 这个隔鲜肉和你平时买那个排骨里面 你不是喜欢吃排骨里面的那块肉吗 它是一样的 拿点小炒 小小的把它烧出来 完全跟牛肉的味道一样 再用牛油来炒 那我这个炒两个素出来搭配你的这个肉 可以是 嗯 主要是 哎呀 做了菜之后 就感觉那个胃口瑞见一样的 如果是不做菜 就来直接吃的话 肯定更有胃口 那你还是长了什么 长了一身边 有没有 disturbed